静空法师 伊斯兰以及其他宗教学说 尤其对佛教净土宗着力最多 成就亦最为辉煌 法师在早年间到底为什么会出家的呢 出家时老师替我选择的 我学佛跟一般人情形不一样 我是从这学里面走进佛门的 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 他告诉我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的部分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被他这两句话引进佛门来的 所以以后就专门跑寺庙找经典来读来看 那么接触到佛经之后 我很幸运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认识了张家大使 所以早年 这个佛学部分呢 是他老人家指导的 我跟他三年 这个出家这个事情 也是他给我选择的 他当时问我的志趣 我说我唯一的一个有兴趣的事情 是为社会佛务 为众生佛务 所以早年对政治很向往 我的老师告诉我 他说既然真的是为人民佛务的话 他说宗教教学比政治好 政治如果一个政策错误 还害很多人 这宗教教学呢 由白利而无一害 我想想很有道理 就去选择这个方法 说说您日常生活的安排吧 您是怎么样修行的呢 日常的生活一切岁月 绝没有嗜好 饮食起居 人家给我什么吃 我就吃什么 给我什么穿 穿梳 绝对没有挑剔 你就很快乐 你一定要吃这个 一定要穿那个 你自己就很苦 一切随身大众 你说多快乐 我听说您平时也不做道场的 没有道场 那又是为什么呢 道场很累呀 你有个家的时候 你看看柴米油盐 甚至于现在还要交什么水费 还要电话费 你说这个等于多麻烦 是不是 我业无所有 你说多自在 心里头什么事都没有 心里头没有死 身体也没有死 这个叫快乐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刚才您提到了政治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宗教似乎一直和政治 有某种联系 一直也不能脱离开政治 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在近代了 尤其是在鼎盛的唐代 一直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为统治阶级所服务 那您是怎么看待宗教 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您自己有没有涉及政治呢 如果说是宗教 学术 一切都不被政治利用 政治的作用等于灵 它有什么方法 来帮助人民 达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政治是个总体 所有一切都要为他服务 他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就正确了 如果我们一定说是 这个被人家服务的话的时候 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错误的 比如说是一个好的领袖 他真正是为国为民 我们全心全力的奉献 我奉献给他 就是奉献给国家 奉献给人民 您是在佛教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图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 似乎在生活中 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存在 比如说孤寂了 空虚了 烦恼了 忧伤了 妒忌了 那么您认为这些负面的情绪 根源到底在哪呢 这个些根源呢 就是三次经常都有了 人之粗 性本善 习相近 性相近 习相远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 习信 习信 这个就是教育问题了 后天的教育了 人 本性 都是善良的 为什么会变成不善 是由于习信 没有得到好的教育 你们现在虽然教育很发达 实际上 问题非常严重 教育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懂得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是真正的教育 你一生受用不尽了 那么现在 所有学校的时候是知识的传授 不是教育 所以社会才这么乱 人才生活得这么苦 净空法师 在多年的红金眼教过程中发现 许多院校只注重 讲授知识 却忽略了对学生 待人出世的品行教育 他常对那些 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说 你们掌握了知识 却未必真正受过教育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呼吁人们应当建立起 正确的教学方针 旨在彻底破除迷信 启发真挚 使社会大众 明辨真伪 正邪 是非 善恶 利害 建立理智 大觉 奋发进取 乐观的宇宙人生观 这样才能圆满普渡众生 获得真实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 那么按照您的说法 就是现在 真正受过教育的人 是太少了 不过在您看 教育和知识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人 跟其他动物的差别 就在受教育 人受过教育 这些动物没受过教育 人如果不受教育 跟动物有什么差别 不但没有差别 人是动物里最坏的动物 最可恶的动物 你说一般这是毒蛇猛兽 它要不是饥饿的时候 它决定不会伤害别 伤害别的小动物 我们在动物器官里面看到 斯斯胡郎 它吃饱的时候 小动物在它周边围来围去 它离都不离 可是人不一样 人不吃它 还得想办法去害它 所以人之可贵呢 就是贵在接受圣贤的教育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手来 也能够看出一点门道 你看改朝换代多少次 它什么都改变了 教育政策不改变 教育理念不改变 教育方式不改变 你就想想这里都有什么道理 佛教的理论自然有它的道理 不过它已经是几千年的了 那么在现代生活的今天 您觉得它适用吗 这个不是旧的 这是万古长新 你想想看过去2000多年来 为什么它不适用的 太原则 这是真理 真理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不但在今天的时候 这个时代 中国人是全世界人都是有 所以在七十年代 英国汤恩比说了一句话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书跟大全佛法 他看得很清楚 全世界任何学术理论方法 都不能把这个动乱的脾气 所以真理是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 对于青少年来说 具有正确的判断力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的生活中呢 有形形色色的宗教 有一些邪教 比如说奥姆真理教啊 或者是飞碟教啊 他们也会打着真善美 这样的旗号来欺骗世人 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 到底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判别 什么样才是正教 什么样才是邪教呢 还是顺利教育问题 你要能够宣扬正面的教学 他懂得了 应于所谓 不怕不适合我 就怕互比我 你这两样东西一比 他就知道的选择了 那今天邪教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正的 没有人说正的 也没宣扬正的 他听听那个不错 就跟着去了 如果说正法的人多了 他就有比较 那怎么样诱惑 他也会不动中了 我知道您很强调教育的功能 尤其强调说 佛教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 它是佛陀教育 佛教我们很冷静的去思维观察 释迦牟尼佛 确确实实是具足圆满智慧 高度的爱心 想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为他们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这就是佛家常讲 旧苦旧难 政治 倒不到 所以他有很好的政治环境 他是王子出生 他写起王位 政治做不到 武力也做不到 我们在今天记载看到的 释迦牟尼佛年轻 武艺高强 他可以做将军 可以做统帅 他也放弃了 用现在讲的话 经济不能解决 这是我们现在明了的 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 能够解决问题的 只有教育 所以他全部写起的时候 他从此教育工作 而且从此一种 用现在的话来说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超越这个国际的界限 超越种族的界限 超越宗教的界限 像孔老夫子一样 有教无略 只要你愿意来学 他是平等的教导 而且自己做榜样 做模范 说到他自己真的做到的 他做不到的 他决定不说 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 要用现在的话 跟释迦牟尼佛定位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那么从他从事与工作呢 我们可以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因如此强调教育 不过现在我们的教育似乎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平时一打开电视 打开报纸 就会读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件 某个孩子被家长或者被老师虐待了 还有校园枪击案 学生打死了自己的同学 打死了老师 而且目前就统计来看 青少年的犯罪率是越来越高 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现在在全世界 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 只注重科技教育 工商的教育 而疏忽了人文教育 也就是说 小朋友从小就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出事单身节目 这一方面没有教导他 于是工商业虽然发达 科技虽然发达 道德冷亡了 造成社会非常严重的危机 我在去年年底 看到洛杉矶一个佛教的刊物 里面有一篇世纪末的精心素质 在美国 他这个里面讲的是每一天 有点 无点 尤其 那个 复兹 还 地